今天有什麼潛力鼓跟大家說一下 潛力鼓就是同仁堂割藥 潛力的所在就是對形態上好像一個頭肩底的狀況 左肩,頭,右肩,形就出來了,穿過下頸線 只不過是穿完頸線不爭氣,下回來,這日穿過一次,下回來 今天再穿,又下回來,所以形態上是偏好的頭肩底 但是,偏好得來,不用急著,可以等他再調整 我們先低位,重要支持位,吸他,接著拼他的潛力發揮 到時,如果真的砰上去的話,你看頭肩底的量度,升幅都不錯 9.3至11.2.6,大概是2元左右,如果搏上去的話,衝上去也不錯 有機會13元左右,那什麼位置可以搏呢? 教科書式說法,就是右肩的底部支持,就是穿右肩指示 就是可能頭肩底是假的,不是真的,所以可以這樣做,這樣操作 可以這樣做,就是逼近右肩底部,大概10元左右 或者你去到10元左右,5元左右,這些水平可以考慮 就搏去,頭肩底是真的,不是假的,調整完之後再衝上去 這次能夠真是破鬼而上了,可以這樣的玩法 這就是同仁堂各樣,潛力股,今天給大家切磋一下的潛力股 就是這隻,大家留意一下吧!